张灵文讲故事 张灵文讲故事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大家都知道沈天恩做生意 诚实守信不弄虚作假 渐渐的生意慢慢的好了起来 随之而来的是 沈天恩要经常四处奔波 一年都难得回家里几次 到了儿子沈景涛八岁生辰那天 沈天恩依然在外面奔波 没有回家 沈天恩知道今天是儿子的生辰 原先本来打算回家 给儿子好好的过个生辰 哪知道路上遇到了一些事 耽搁了 所以这时正在路上拼命的往家里赶 陈惠霖每年都会给儿子过生辰 他等了一上午 还是没见沈天恩回来 于是吃过饭后 就带着儿子去集市逛一逛 想着今天过生给儿子 买一些他喜欢的玩意儿 到了集市 那里很热闹 人来人往 沈景涛正是活泼好动的年纪 拉着陈惠霖的手 在人群里挤来挤去的看热闹 陈惠霖一个劲的在后面说 你慢点小心摔倒 就这样玩了一会儿 突然一个男人突然冲了出来 一下子撞开了陈惠霖牵儿子的手 那人撞了陈惠霖一下 连忙抄着一口山西的口音说道 对不起 不小心撞到你了 陈惠霖连忙说道 没事 接着赶紧往前跑 想找到自己的儿子 走了一会 陈惠霖左看右看都没有发现自己的儿子 于是开始着急了 一边跑一边大声喊着儿子的名字 始终没有回应 陈惠霖顿时慌乱了 拉着人就问有没有看到自己的儿子 还向别人形容自己儿子的样貌 这时有个好心的路人就对陈惠霖说道 我看见刚才有个女的抱着一个孩子往西边去了 和你说的孩子很像 陈惠霖来不及道谢 连忙往西边跑去 跑了一会儿 陈惠霖已经离开了集市 人也渐渐的少了 可是还是看不到自己的儿子 于是急得哭了起来 他不知道儿子被什么人带走了 只有漫无目的的瞎转 一直到了天黑 还是没有找到 于是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了家里 他找了一下午 也哭了一下午 此时眼泪都已经枯干了 这时 沈天恩才风尘仆仆的赶回来 他笑着进门 看到妻子满脸愁容 脸上有哭过的痕迹 连忙问道 出了什么事 怎么不见儿子 陈惠霖看到沈天恩回来了 又是一阵嚎啕大哭 沈天恩连忙劝慰 过了一会儿 陈惠霖心情平和了一些 才将儿子走丢的事说了出来 一脸的歉意 沈天恩听后心里像炸了锅一样 但是他知道自己现在不能乱 于是强制镇定下来 安慰了一下妻子 放下了行李 便赶紧跑去了县太爷的家里 沈天恩气喘吁吁的到了县太爷家里 此时县太爷都准备睡觉了 但是听下人说来的这个人 情绪很激动很着急的样子 于是县太爷只好起身穿好衣服去见沈天恩 沈天恩将自己儿子走丢的事告诉了县太爷 县太爷说道 你放心 我明天一早就命人张贴告示 你也去找人把你儿子的画像画出来 到时候希望能找回你的儿子 沈天恩知道现在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说了一声打扰了 又连夜去找画师描述了儿子的样貌 给了重金 请画师连夜画了一百张画像 到了第二天沈天恩带着画像去了县衙 县太爷命人将画像贴在县衙的告示榜上 沈天恩又请人将剩下的画像全程张贴 找到后能得到重金的奖赏 忙完了之后沈天恩才回家 他一夜没睡 等到这一切忙完了 他才躺到床上睡觉 心里期盼着睡觉醒来就能听到儿子的消息 但是事与愿违 沈天恩才睡了四个小时就醒了过来 儿子的消息也没有着落 就这样沈天恩和妻子陈慧玲在家等了一个月 始终兴讯全无 陈慧玲思念成疾也病倒了 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去 只能勉强吃两口西粥 沈天恩请了很多郎中过来 郎中都说这是心病 都是无能为力 又过了半个月 陈慧玲面容消瘦 最后含恨去世 沈天恩儿子丢了 妻子也去世了 一时心里焦脆 勉强把妻子的丧事办了 接着又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了 这天晚上 沈天恩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 之前的事一直在脑中回响 这时他突然想起了妻子给他说过的话 他当时是被一个山西口音的男人撞了一下 接着儿子就走丢了 难道这个男人和拐卖孩子的是一伙的 想到这里 他立马打起了精神 想了一晚上 心里终于有了决定 第二天 他早早的起来就去找了自己的堂弟 将自己的生意全部交给了他 这个堂弟也跟着沈天恩跑了几年的生意 你算是熟门熟路 应该是没有问题 沈天恩心里的打算是自己出去找儿子 堂弟在家里看着 万一有了儿子的消息 要是家里没人起不是糟糕了 而且找儿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银子贷的多了 商铺的资金周转不开 贷少了又怕人还没找到 钱就用光了 所以沈天恩打算一边找儿子一边做生意 这样就算是找个十年八载的也没关系 于是沈天恩就买了一头毛驴和一辆装货的马车 他在当地进了一些零零碎碎的小商品 赶着马车就奔着山西去了 沈天恩这次出门并没有带多少银两 而且有个马车遮风挡雨 一路上很少住客栈 驴子也比较好养活 随便找个地方给他吃草就行 而且身上要是脏了 路过小溪小河的时候 沈天恩就在那里洗洗 走了三个月 终于走出了山东了 这速度算是非常慢的了 沈天恩做的生意虽然都是一锤子的买卖 肯定是没有回头客的 但是他依然保持着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 进的货物是质量非常好 而且非常实用的 要是客人不会用 沈天恩还会耐心地讲解 虽然目的地是山西 但是沿途的任何机会 沈天恩都没有放过 每当有客人到他这里做生意 他都会拿出画像 向客人询问有没有见过自己的儿子 因此才会走得这么慢 出了山东就到了河南 接着又来到了邯郸 邯郸是个大城市人 口众多 匆匆而过 怕会漏掉儿子的消息 而且邯郸离山西又很近了 山西这么大 沈天恩连找人的方向都没有 所以沈天恩便决定在这里多留几天 立冬这天 邯郸城突然刮起大风来 气温突然降低 沈天恩觉得有点冷了 身上也没带多的棉衣 于是就去乘衣铺买了一件棉衣 这才觉得身体暖和了一些 他把换下的衣服就扔在了马车的角落里 这时他赶着马车正路过一家小饭馆 只见饭馆的两个伙计 将一个衣衫单薄的老乞丐 直接轰了出来 嘴里还骂骂咧咧的 老乞丐被轰出来了 还在乞讨 可怜可怜我吧 我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 就是剩菜剩饭也行啊 边说还边磕头 两个伙计插腰站在门前 一脸冷漠 沈天恩看老乞丐可怜兮兮的样子 便起了怜悯之心 他停下马车 拿了两个馒头递给老乞丐 然后又将他刚才换下的旧衣服 送给了老乞丐 老乞丐千恩万谢的要给沈天恩磕头 沈天恩连忙扶起老乞丐 然后爬上马车就走了 没过多久 沈天恩就听到有人在后面喊 好心人 等一下 等一下呀 沈天恩听出是老乞丐的声音 又停下了马车 不多时 老乞丐喘着粗气走到跟前 递给沈天恩一张纸 说道 这个是不是你的 沈天恩打开一看 正是儿子的寻人启事 于是一拍额头说道 谢谢你 我差点忘了 老乞丐说道 你是在找你的儿子吗 沈天恩听他这么一说 兴奋的问道 你难道见过我儿子 老乞丐说 正是 这是几个月以前的事了 当时我看到一男一女带着一个孩子路过这里 我便上去乞讨 结果那个男的一脚就将我踹翻在地 那个小孩子说 你们就知道欺负小孩和老人 听到这男人一巴掌就抽了过去 小男孩就不敢出生了 这个小男孩和你花巷里的孩子很像 沈天恩听到这里 心里燃起了希望 要是这男孩真是自己的儿子 证明自己走的方向没有错 但是听到男人打自己的儿子 又为自己儿子的处境感到担心 连忙又问道 您知道他们去哪了吗 老乞丐想了想说 我恍惚间听到他们说进城 不知道会不会去那里 沈天恩听了心中大喜 连忙掏出了二两银子 给老乞丐表示感谢 老乞丐没收 说道 乞丐我只要一口吃的就行 钱太多了反而不好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于是转身走了 沈天恩叹了一声 真是好人哪 于是赶了毛驴 就往山西进城而去 快到进城的时候 牲口已经走了很长时间了 于是沈天恩便停下来马车 解开驴子身上的套索 让他在路边吃草歇息一下 这时 沈天恩突然发现 草丛里有个小布包 他上去捡起来一看 竟然是一个钱包 一打开里面 居然有一百两银子 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沈天恩心想 丢钱的人一定很着急 于是 手里拿着钱袋就在这里等 一直等到了太阳快落山了 沈天恩才将驴套上 准备去城里过夜 这时 沈天恩看到不远处 一个男人牵着一匹马 往这边走来 一边走还 一边低头四处看 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 等走到了跟前 沈天恩就问那个男人 你是不是丢了什么东西 那男子抬起头说道 我叫徐文景 前些天界里来人报信说 我的母亲病了 我就带上钱 准备回家给母亲看病 谁知道到了家里 才发现自己的钱袋掉了 这才又出来寻找 沈天恩又问道 钱袋里有多少钱 那男人说有一百两银子 沈天恩赶忙将钱袋 递给那个男人 说道 这是不是你掉的钱袋 那男人一看 正是自己丢失的那个钱袋 连忙抱拳说道 这正是我丢失的那个钱袋 真是太感谢了 男子接过钱袋 将他放进了怀里 然后拍了拍 生怕他再丢了 放好钱袋 然后又说道 我现在急着给母亲看病 你可以先去进城东边的得胜客栈 那是我姐夫开的 你跟他说是徐文景叫你来的 他们一定会好好招待你的 等我安置好了母亲 再过去找你 沈天恩到了一声谢 接着拿起儿子的画像 问有没有见过这个小孩 徐文景看了一会 说道 有些熟悉 听到这里 沈天恩紧张地看着徐文景 徐文景接着说 但是我一时间想不起来了 你去客栈找我姐姐和姐夫 客栈里人来人往 他们见过的人多 说不定会认识 然后 徐文景就告辞离开了 沈天恩坐上马 赶着毛驴就进了城 打听一番就来到了得胜客栈 沈天恩见到了客栈的掌柜 就跟他说是徐文景让他过来的 之后又将徐文景丢的钱袋的事 说给了掌柜听 掌柜听到了 连忙吩咐下人 将沈天恩的驴子和马车安置好 接着又给沈天恩 安排了一间上房住下 接着掌柜又做了几个好菜 提了一壶酒 亲自给沈天恩送了过来 两人互相通了姓名之后 就坐下来和沈天恩一起喝酒 掌柜名叫郑德胜 正是徐文景的姐夫 两人聊了一阵 非常投机 沈天恩去过很多地方 也吃过很多地方的美食 一一说来 让郑德胜字字称奇 沈兄走南闯北 见识确实渊博 我年轻也想像你一样出门闯荡 只是后来成家了 舍不得家里的妻子和女儿 所以就在亲戚朋友的自主 开启了这间客栈 不过听你说来 你做生意做得这么好 为什么如今却赶着一辆马车到处卖货呢 沈天恩举起酒杯 独自喝了一大口酒 叹了一口气说道 我和你有一些不同 我以前只是个给人家帮工的 我成家后不久便有了一个儿子 我想给妻子和儿子更好的生活 所以决定出门闯荡 后来生意好了 我却常年不在家 几个月前 我的儿子被人拐走了 妻子思念儿子 常常自责没能照顾好儿子 最后郁郁而终 我便放下生意 独自出来寻找儿子 已经快一年了 郑德胜听了之后 也为沈天恩感到惋惜 陪着他喝了好酒 随后沈天恩忽然想起来了 于是拿出儿子画像 请他帮忙看看 知不知道儿子的消息 郑德胜接过画像 一看之下 脸色就变了 沈天恩看到郑德胜脸色不对 连忙问道 郑兄 难道你见过我儿子 郑德胜脸色一变 连忙笑着说 看着眼熟 但是一时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 要是看到了 我一定会帮你留意的 沈天恩喝了一点酒 刚才又受了一些伤心事 精神有些恍惚 也没太在意 感谢了郑德胜一番 两人又接着喝酒 第二天 沈天恩又赶着车去街上卖货 打听儿子的消息 一直到了天黑才回到客栈 这时 徐文景正在客栈等他 见到沈天恩回来 连忙拉住他 接着又请姐夫郑德胜 做了一大桌菜 三人便在沈天恩的房间里喝起就来 徐文景也是个经商的人 做生意也讲究诚信二字 两人聊得非常投机 久过三旬 沈天恩便和徐文景拜了兄弟 接着 徐文景说要把姐姐叫过来 告诉姐姐自己认了一个兄弟 郑德胜想阻拦 可是犹豫了一下 伸出的手还是放了下来 没过多久 一个妇人带着两个小孩子过来了 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 等到他们四个人进门 沈天恩一眼便看到了这个男孩 正是自己的儿子 他站起来 一下子冲上去 抱住了自己的儿子 说道 景涛啊 爹终于找到你了 沈景涛也看清了面前 抱着他的正是自己的爹 虽然和以前相比 爹显得苍老了很多 但是沈景涛还是一眼就看出来了 他催生生地叫了一声爹 父子二人相拥而哭 这时一屋子的人都愣住了 只看着这两个人哭了一会儿 沈天恩才缓和了情绪 随后大家都坐了下来 没有说话 屋里连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 最后还是郑德胜先开口 他叹了一口气说道 对不起 沈兄 我和妻子成亲后只有一个女儿 往后一直就没能再有 我家里一卖单传 我就像有个儿子传宗接代 后来就将沈景涛买了回来 不成想你还是找上了门来 自从景涛来到了家后 我对他就像自己的亲儿子一样 从来没有怠慢过他 既然你找到了他 你就把他带回去吧 说完就哭了起来 沈天恩听完就看向儿子 沈景涛说 我到了这里 他们确实对我很好 沈天恩说道 郑兄 感谢你这段时间对我儿子的照顾 既然大家都没有坏心 而且我儿子也找到了 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 看你这么喜欢景涛 不如我们就订个娃娃亲 到时候景涛还是你的儿子 以后让他们生两个儿子 一个姓沈 一个姓郑 你看怎么样 郑德胜听到 沈天恩不但不怪罪 还要将来的孙子跟自己姓 连忙点头答应 心里十分感激 之后他们又留沈景涛 在这里住了几天 然后沈天恩才带着儿子回去 回到家后 附近的人都被沈天恩千里 荀子所感动 县令也颁布了法令 严惩那些拐卖儿童的人贩子 不让这种悲剧再次发生 沈景涛长大后 娶了郑德胜的女儿 之后还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 一个姓沈 一个姓郑 从此河家欢喜 幸福的生活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点赞评论 我们下个故事再见